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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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哪一分子的中心 原子周圍有最多的 固兑電子 好 那我們在畫 路易式結構式的時候 通常會有一個原則 就是 原子數比較少的 會放在中心 這樣子比較能夠跟 外圍比較多的原子去 形成巴餘體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A選項 它的路易式結構是怎麼畫呢 碳原子因為還有四個架電子 在四個原子的周圍 好那 氫原子它是一個架電子 好所以 甲碗CH4的 路易式 電子點4 就會畫成是 這個樣子 好那它問說有最多的 固兑電子那甲碗很顯然 看起來是沒有固兑電子的 好再來B選項 然後把氮原子放中間 好那因為氮原子是5A組 所以它有五個架電子 好那跟周圍的三個氫原子 去形成巴餘體 好所以NH3的路易式電子點4 就會是 這個樣子 好所以它氮原子周圍有一對的固兑電子 好再來C選項 把氧原子放在中間 然後它的6A組 它有六個架電子 好六個架電子 那因為有兩個氫原子 所以H2O水的路易式電子點4 它會畫成是這個樣子 好那中心原子氧原子 它有兩對的固兑電子 好再來株選項 CO2 C放中間 四個架電子 氧在周圍 有六個架電子 好但是我們為了要讓碳跟氧都滿足巴餘體 所以它會重新分配一下 它會形成 外面的把它移進來去跟碳共用 好 好那這樣周圍還是都是氧的電子 好所以 以這個結構來看的話 碳已經都形成了共架鍵了 好所以 碳原子是沒有固兑電子的 好再來最後一個E選項 乙烯 乙烯的結構是這樣子畫的 碳碳之間是雙鍵 就是共用兩對電子 好那跟氫之間就是單鍵 共用一對電子 好所以碳原子的周圍也是沒有固兑電子的 好所以中心原子周圍有最多固兑電子的 應該是C選項 H2O水分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答案 嗯 有路易式結構是可以知道 甲烷CO2以吸的中心原子周圍都沒有固兑電子 那NH3氨氣中心 原子周圍有一對固兑電子 好那水分子的中心原子 氧原子旁邊有兩對的固兑電子 好所以答案選擇的是C選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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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